你相信你身邊最好的朋友願意跟你同甘共苦嗎? 日本三口縣,一個僅有4800人口的小鎮,發生了一件震驚全球的事件 一對老夫婦在家中沒有生命真相 警察調查後逮捕了5名為了搶劫的嫌疑犯 但沒想到深入調查後案件卻有個極大扭轉的趨向 這個集體搶劫案竟然就從一個謊言開始出錯 在告訴你什麼謊言以前,如果你喜歡正式按鍵影片方式呈現 可以訂閱頻道開啟小鈴鐺才不會錯過新影片喔! 這起團體發案發生在1951年1月25號 一個三口縣偏遠村鎮的地方,大約在早上9點 警察聚集在一個住家前 一名男子回家後看到自己的爸媽沒有生命的慘狀 警察判斷,斷氣時間差不多是在前一天的深夜左右 一開始警察以為太太先解決先生後再自我了結 但在深入調查現場後就排除了這個推測 夫妻位於的房間,門窗都沒有上鎖 當時治安的問題,每個家庭都會把門鎖好 地板上還有塊木板看起來被打開 以及地下有人爬過的痕跡 加上櫃子被翻動,錢財都不見了 於是就判斷這起案件為搶人 馬上改變調查方向 他們也認為這是多人犯案的案件 他們還找到一瓶讓他們懷疑的空酒瓶 因為夫妻兒子表示爸媽平時沒有喝酒的習慣 經過調查後發現上面有不屬於夫婦的指紋 案發現場被精心地未造成家庭紛爭 犯人卻大意地忘記帶走酒瓶 以合理的邏輯判斷,以一個聰明的佈置場合人來說 不可能會遺忘這麼重要的線索 所以這讓警察更加確定這是集體犯案 根據瓶子上的指紋,警察逮捕了這位叫吉剛煌的嫌疑犯 他承認自己有罪,還抱上其他團伙的夥伴 警察也順利地將其他四人逮捕 祖賢就是33歲的阿騰周平 他是吉剛最好的朋友,還有另外三人也都是朋友關係 但為什麼這五個人要一起做這件事情 當中隱藏著讓人錯愕的真相跟謊言 1月24號,吉剛晃在酒吧喝酒 有點微醺的狀況下突然有個想法 因為近期比較缺錢,他想到前幾天 好朋友提到那隊在做地板生意的夫婦 最近剛收到一筆巨款 鎮上都在傳這家子很有錢 缺錢的吉剛就動了歪念 想在那天晚上去他們家搶劫 吉剛本身就不是一個什麼行為正直的人 但侵入別人家還是第一次 所以為了壯膽又買了一瓶酒 一邊喝酒一邊往夫婦家裡走去 他先撬開了大門 越來越緊張之下一口氣喝完所有的酒 順便把酒瓶放在廚房 喝完後膽子也有了 開始找根本不存在的巨款 最後找到夫婦的房間櫃子 認為錢一定在裡面 打開的時候發出了老舊家具的聲音 吵醒了老先生 吉剛立即衝到廚房 拿了砍柴的斧頭往下砍 老先生倒在地上時哀嚎 吵醒了他太太 吉剛又跳上床拿被子悶了他 解決這對夫妻後就開始搜刮他們家所有的財物 只找到了一萬七千日元 在離開以前又突然有了想法 他決定要偽裝作案場景來欺騙警察 雖然一開始警察真的被他的布置給騙到 但他卻忘記帶走他壯膽的那瓶酒瓶 聽到這裡你一定想 欸那其他四位嫌疑犯呢 警察一開始就認為這是一起團體案件 所以就質問他 叫他老實回答同伙的名字 吉剛一頭霧水 他都已經描述犯案經過了 對於這麼突然的問題 他突然有點不知所措 所以他就不斷地強調自己是 藝人犯案藝人犯案 但警察怎麼樣都不相信他 就一直叫他把夥伴給招供出來 不斷地逼迫他 在身心靈的摧殘打擊下 吉剛心想如果不說出夥伴的名字的話 就會遭到更嚴重的懲罰 但如果說出名字的話 他還可以推卸責任減輕刑罰 於是他就說出了四個無辜朋友的名字 阿騰周平、國勇隆一、福田石 還有松崎小義 就因為吉剛的謊言 這四個好友突然變成了兇手 他還改口說阿騰周平是主導策劃這起案件的人 所以警察就將他四位朋友也逮捕 對他們審訊 一開始四個人都否認 但這不是警察要的答案 審訊從精神升級到了身體上 長時間的身心折磨之後 四個人再也招架不住 承認沒有做的罪行 原本以為認罪的話刑罰會減輕 也許可以在法庭上推翻證詞 接下來就馬上送這五個人跟他們共持到檢察院 到了1952年6月2號 案件進了審判流程 這四個無辜的人當然就否認罪行 聲稱自己受到警察狠心的對待迫於無奈才認罪 還在法庭上露出警察造生的傷口 但法官並不接受 一審法官接受吉剛跟警察提供的證詞 判斷祖先阿騰周平以及其他世人為住犯 將阿騰周平判死刑 其他世人為無期徒刑 之後無辜的世人再次上訴 吉剛也跟著提起上訴想要減輕刑罰 到了1953年9月18號又重新在廣島縣高等法院開庭 二審還是判定阿騰周平死刑 吉剛一樣無期徒刑 其他三個人則是減輕到12到15年 四個人再次上訴 如果上訴再次被駁回 就沒有挽回的餘地了 所以阿騰周平跟佳然就聯絡了 當時贏過無數官司的知名律師鄭樹紅 他看完阿騰周平的信件後 認為這起案件有嚴重的漏洞 就答應接下他的案子 調查後也驗證自己的想法是正確的 案發時四個人都有完整的不在場證明 他還示範了一個人也可以做到偽裝現場的畫面 他非常確定這四個人是被冤枉的 但考慮到案件的進展 如果這次他們的上訴被駁回 他也沒有辦法挽救這四個人 所以他就寫了一本書叫 《審判官也可以駁躲人命嗎?》 書籍出版後引起了大眾的關注 甚至被拍成電影 最後阿騰周平跟其他人都成功的上訴到最高法院 四個人在被扣押了八年八個月後 終於被判無罪釋放 但事情還沒有結束 接下來換偵辦這起案件的警察 受到民眾的批評跟職責 礙於面子的警察又提起上訴 才剛被放出來的四個人又被判有罪 又被關進了監獄 從地方法院到第三省的最高法院 總共省了七次花了17年的時間 成了日本最罕見的審查案之一 最後在1968年10月25日 無辜的四人終於被改判無罪 吉剛還是無期徒刑 四個人就因為自己認為的好朋友一句謊言 白白浪費掉了17年的時間 聽完這個真實案件 你們還相信旁邊的閨蜜 真的是可以信任的好朋友嗎? 我會不會被改請 4個月地下 至少 感谢观看